三藩市Maria酒店工人罷工 脂肪態度強硬 三藩市Maria酒店工人罷工已經進入第14天 但酒店方面依然沒有軟化趨勢 目前罷工行動已經蔓延到全國8個不同的城市 接近8,000名員工參與 在Maria Market酒店門口 示威的聲音在附近4個街區都可以聽到 Mandy在Maria工作了7年 他說工人只想爭取合理的保障 我們最想爭取的就是拿到一份公平和合理的合約 健康保險、薪水、工作保障 不要再增加我們的工作量 最重要是做一份工已經足夠 趙衛禎在Maria工作了20年 他說現在酒店連最低工資都達不到 工會提出在未來4年做債加薪10元 但是現在酒店的加薪幅度 是4年加薪3.75元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 我們的企桌、Bellman 每個現在還未到15元一個小時 還是14元多 有很多都是14元 我自己本身也是14元一個小時 他說就算是現在 他一個月才得2400元 一家四口難以支撐 我自己本身是做企桌的 我本身還有一份工是在第二間酒店 又是做企桌 休息過兩天做 因為不是很想做 但是就是環境不人沒有辦法 最不可以接受的地方 就是他要給我們三個小時的 還有我們的醫療保險 他根本提都沒有提過 全部的合約都是後退 不是向前 全部都後退 我們的成績全部都要減 到場參與抗議的 不單單是Marriott酒店的工人 還有同工會的其他酒店工人 日落區市參事候選人 Gordemar 馬紹明 都到了現場支持工人 他說Marriott工人的行動 影響的是整個酒店行業 因為Marriott是最大的酒店公司 不只是在San Francisco 但其實是在世界上 他們只擺了Starward的酒店 成為酒店公司 尤其是因為酒店的待遇和薪酬 在服務業和業之中算是不錯 所以對華裔工人很有吸引力 在今個星期六早上 白宮的工人將會進行一個遊行 希望可以爭取更多社區領袖支持 天后維持記者 能力拿報導